說到農曆七月 中原普渡民眾也準備三生祭祀 要來祈福 不過這一回加上蘇拉颱風強勢席捲 豬肉價格也因此飆高山每公斤 又價百元 而經過前幾次颱風來肆虐 市場菜價同樣不親民 高山的高麗菜現在一斤要百元 品質好的一顆賣到一百八十塊錢 那麼最近一週呢 根據統計的蔬菜價格大漲了前三名 包括有龍鬚菜 苦瓜 還有青花野菜 中原普渡大拜拜 生鮮熟食通通有才澎湃 祭祀常用的三生自然也不能少 還有豬肉 還有魚 一早上菜市場才剛離開雞肉攤 還要敢去買豬肉 魚肉 不過這豬肉價格最近越來越不親民 現在豬肉比較貴一點 就一直在長 拜拜普通是買五花肉 梅花 前腿 這種拜拜用的蹄膀 進漲個五到十五塊錢都有可能 業者提到不只特定部位 整隻豬都含漲 目前每公斤一百元 而因為源頭供給不足 加上颱風來勢洶洶 量少價更高 而受到天氣影響 價格波動的還有蔬菜 一定要煮一個湯嘛 湯應該現在最便宜就是蘿蔔湯 因為它沒什麼髒價 對 就是空心菜 不然就是豆芽菜 中原版豆除了肉類 至少還要三菜一湯 但短短一週時間菜價狂飆 蘿蔔原本一台金十八塊錢 現在要價三十塊 民眾只好改賣便宜的 空心菜和豆芽菜 而常見的高麗菜 每台金飆涨二十塊左右 最高來到一百塊錢 現在一顆能賣到將近一百八十塊 高麗菜很貴啊 高麗菜啊 還有菠菜 然後節瓜也很貴 苦瓜大概要七十塊左右 那青花也大概要七十塊左右 除了高麗菜 其他蔬菜也貴嗓嗓 業者提到苦瓜和青花野菜 現在每台金七十元 相比上週漲了十元 而長最兇第一名則是龍鬚菜 賣到每台金九十元 29號 北農平均菜價 每台金三十一元 對照七元颱風接二連三席捲之前 只要二十一元 還是高了不少 這個七八月颱風一個個影響 菜價也接連變貴 記者王亦廷黃之傑台北採訪報導 幸好 有一次 每台金五十元 二十一元 兩次 九十一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